為何他看到那麼多東西呢 其實那就是跟蟲果體的作用有關 他會分泌一件東西叫做DMT 做夢根本就是蟲果體的作用 我看到過去小 有一條好像龍的東西 這樣轉過來 有了它之後就會產生DMT 大家好,歡迎收看Valentime 從今天開始Valentime就會有一個新的節目環節 叫做Breakfast with Tiffany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的嘉賓 就是Tiffany Hi,Hello Tiffany,你好 為何整個這樣的節目呢 我們主要是被人家早上乘車上班時 就聽著Tiffany說什麼呢 就說一些我包你沒聽過的 古靈精怪,靈性咨迅 不一定是包你沒聽過的 其實Tiffany認識了很多年 我有很多靈性知識 其實都是在Tiffany 上來的 而且還要很主要 Tiffany 她知道那些靈性知識是非一般的 不是我們香港那些可以聽到 因為你有看很多外國的網站、書 那些不是靈性知識 其實是科學 其實是科學知識 原來很多靈性的書 或者以前的宗教中說的東西 其實原來有很多science說出來的 但有些不是科學的 有些是傳聞 或者是秘密消息 就是爆料人那些 吹哨人那些 我們的節目就叫做 Breakfast with Tiffany 第一份早餐請大家吃什麼呢? 你說呢? 不如說說說從個體吧 從個體? 我的理解就是 我們人的其中一個 好被忽略的器官 好被忽略? 好被大眾忽略的器官 根本以前都不知道存在 你讀生物課也不會說 有這樣的東西 當然沒有 沒有 頂孔通常聽是叫做 鱷下垂體 會聽 就是荷爾蒙系統有個 鱷下垂體 一樣嗎? 不一樣 但我記得我第一次聽鱷下垂體 都是收到的 context 說 即是濫懷緊說 你打坐的時候 就會刺激鱷下垂體 分泌放鬆 或者很多功用 但是沒有聽過蟲果體 很多年都沒有聽過蟲果體 很多年都 那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要拿出來說呢? 蟲果體其實是 叫做 有些人研究 他覺得他是天眼 或者叫做第三眼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 一個天眼第三眼 我們可以打開 慢慢續樣講 為什麼我們拿出來說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了你 阿Valentine 小黑那集 死藤水那集 對 他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見是用什麼見呢? 他又是七黑一片 不是用肉眼見 為什麼他看到這麼多東西呢? 其實那就是跟蟲果體的作用有關 那你會說一下為什麼會看到這麼多東西嗎? 對 等一下可以慢慢說 我們可以說一下他在人體的哪裡 跟著說一下他的結構是怎樣? 有什麼功能? 會看到什麼? 有什麼證據是看到的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研究過他 包括一些做靈性能力工作的人研究他 也有些科學家研究他 也有些歷史學家也研究過 也有些記者也研究過 其實很多人都研究過這個蟲果體 其實是很大的學問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讀書的時候沒有說過? 那這些就真的是猜測的 其實你聽完之後 你覺得他的聽完 就是待會介紹完 原來他真的這麼厲害 我們一起再去猜測一下 為什麼不教我們 好啊 我們廢話少說 來 那從果體呢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這幅畫呢 就是著名的 David Wilcock 的一個talk 裡面 他做出來的 David Wilcock 做了很多 research 關於究竟這個世界 就是我們肉體看不到的東西 意外 究竟是有沒有一些 無形的能量在那裡呢? 他出了一本很厲害的 原牆 是的 原牆 那本書呢 中文版是四百多頁 有千多個 science 的 reference 他真的厲害 他在2006年的時候 講了一個 talk 就是講從果體 因為2012年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世界每日 在2006年的時候 講了一個 talk 的時候 他講了很多關於從果體的東西 其中有一些是 爆料人參加過 美國內部的秘密太空計劃裡面 那些人說出來的 一些很厲害的資料 是的 那就是 Sorry 就是一個簡介的 因為很厲害 Tiffany 很好 因為David Wilco 那些書有四百多頁 他那些YouTube 動動三個小時 是的 我們有Tiffany 幫你看完 然後現在 吐出來 麻煩你 我的使命是幫大家看書 從果體呢 其實就是 一粒很小粒的東西 好像一粒蜜 就是Wheat 大概這麼小 只有一個半寸 小小粒 那它在我們的腦裡面 如果用幾何來講 它是正中央 正中央就是 我們眼睛其實是 我們頭的一半 剛剛好 我們打動也都這樣切 它就在正中間 但是它不是在你的眼前面 它是你的腦的立體 一個圓形的正中間那個位置 其實那裡有很多粒東西 很多粒東西都有一些不同的名字 但是它就是一粒特別小的 以前的方學家 不知道它是用來做什麼的 最開始覺得是廢的 這粒東西 沒有用的 因為它呢 不是屬於 就是說我們那些神經傳導 很多神經事 不是那些位置 來的 那後來呢 就有人發現 原來它跟血清素有關 那你知道血清素 就跟你的神經傳導功能有關 譬如聽說就是西醫就發現 如果你不夠血清素 你的神經的信號傳遞 那些東西出去的信息不齊 你就會傾向有抑鬱症 所以那些抑鬱藥呢 就是給你一些藥 令到你的血清素的含量高一點 令到你傳遞訊息的時候完整一點 那你就可能會癒到你這個 就是可能的 不是每個人都癒到的 後來呢 他們發現呢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其實從我看最出名的 就是噴黑色素 Malatone 是的 我做過一段影片 是讓你知道要睡覺 是的 當一刻暗 即是身體的時鐘 入夜入黑的時候 它就會暗了 基本上你一定要暗一點 從果體就是負責分泌 一些吞黑色素 然後啟動你身體的荷爾蒙基劑 你就會覺得眼睡 然後你就會進入休息狀態 你就能復原了 很多年人都以為只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 近年就發現原來它還有另一個功能 就是呢 它會分泌一樣東西 叫做DMT 是的 Diamethotreatment 是的 我沒有說錯 應該是吧 對了 其實最開始研究DMT 說待會有段時間講DMT 有一個科學家他研究DMT 然後就發覺DMT可以啟動蟲果體 後來再有些科學家 就再幫他繼續讀 證實其實蟲果體真的有很多DMT 即是我們自己人體有DMT 是的 會分泌很多DMT 其實你永遠都會有的 不過量多和少的問題 如果你少的時候 你不覺得它有什麼作用 如果DMT 的數量分泌多到一個門檻 過了一個門檻 他就開始V11的東西了 你就可以接觸到V11的東西了 即是去了可能第二個圍 因為我聽阿赫講過 我上次做的那條片 就是死藤水的那條片 他就說DMT 是什麼時候會分泌最多呢 就是出生 還有你掛柴的時候 還有另外就是睡覺 是的 即是那些人的憑死經驗呢 很多時候憑死經驗就會看到一些 普通平常我們正常意識看不到的東西 嗯 研究認為是因為當時DMT 是增多 所以你就可以啟動到蟲果體 接收到蟲果體 能夠平常接收不到的訊息 嗯 回來再說回它的結構是怎樣 你記得阿赫說看到東西嗎 是的 其實為什麼是看到東西呢 從蟲果體呢 最近就被發現 它跟眼睛的結構是很相似的 有兩個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們那個視網膜 眼睛就是你在外面的光射進來 經過眼角膜然後就打到視網膜 這些我們讀書都有讀過一下 這個視網膜是為什麼可以看到東西呢 是因為它是有一些叫做追體的感光的結構 還有一些一條條這些一條條棍的感光的結構 那這些就可以感覺到不同的光 譬如你見到灰色那些就是黑白 藍色就是感藍光 紅色就是感紅光 令到我們能夠看到東西 那原來呢 從蟲果體呢 它裡面有這些一條條東西的 即是一感光體 是的 它叫做能夠接收光的 在這裡的 所以就算我們沒有眼睛呢 我們都真的有可能看到東西 另外就是呢 從蟲果體呢 跟眼睛一樣呢 它竟然是駁去這個叫做 Visual Cortex 即是那個視覺皮質層 在後腦那裏 神經在那裏 其實我們看東西呢 是視網膜接收光 打去我們的後腦 其實我們是在後腦看東西的 我們能夠看到東西不是在眼球裡看到東西 是經過了眼球 那些訊號進去 被這些感光體感完之後 傳去我們的後腦 其實那塊銀幕呢 你看電影 頭影機射下去有個銀幕 其實看東西是在銀幕出現的 我們的影像是在後腦的 Visual Cortex 出現的 那這個蟲果體竟然是有條神經 是駁去Visual Cortex 又有這個感光體 那你便看到東西了 那還有呢 那有些人呢 蟲果體啟動的時候的狀態 是聽到東西的 譬如聽到一些音樂 聽到一些說話 其實音樂你有沒有聽過 有啦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 不是在這個耳朵裡面聽的 不是這個人間 世間耳朵 但是你裡面聽到東西 那它為什麼可以聽到東西呢 那要講一下耳朵 原來它有耳朵跟蟲果體 又有共通點的 即是一些聲音 經過耳道 接著你就 這個叫做 什麼 耳膜 接著就進去耳窩 那耳窩呢 這裡拱起來 這一條條的管道 其實裡面有一些耳石 那耳石就是 當你那個聲音的震頻 震到耳膜 耳膜就震到耳石 那耳石呢 就是一些晶體來的 它呢 會跟著一些震動 它會膨脹縮小 膨脹縮小 就是它是會在這裡動的 那它從而就會 傳遞到一些訊號 回到我們的腦 它裡面的晶體呢 是跟蟲果體裡面的晶體 是一樣的 那那些像不像三音機 還是 是啦 是啦 就好像石鷹 就是其中一樣 這些叫做 Pixel Electric Crystal 即它有一種的水晶 其實是耳石 或者蟲果體的石 其實是一種結晶 就有好似石鷹的等性 就是呢 如果你給它壓力 它就會變大縮小 你找一個水晶 它會發光的 即當你震動的時候 因為有信號 譬如你有一些波段磁場 黏在它 它就會動 然後它會發光 那麼呢 這個光其實是可以啟動的 因為曾經有一個 教Sound Healing的老師 Jonathan Goldman 他試過在一個金字塔裡面 在墨西哥一個很出名的金字塔裡面 它關了一個燈光 接著它就唱一個 那些 然後突然整個房間光了 它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回去看了很多書發現 它懷疑是它的震動 在鼻腔震到的蟲果體 震到蟲果體發光 就是因為那些結晶 本身收到聲音 也都聲音可以轉化做光 光也可以轉回聲音 也可以轉回電池 那就是跟我們錄音的麥克風 是同樣道理的 那比如說法夢呢 法夢有時候 有了畫面 有了聲音 那是不是蟲果體在作用呢 其實 是啊 即是法夢 法夢根本就是蟲果體的作用 為什麼是晚上啟動蟲果體 這個蟲果體的啟動 跟黑暗是有關的 因為它黑暗的時候 那個蟲果體的外面 就會被一層磁場包圍 那個磁場就會著 就會包著它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 很多頻率的嘛 即是你WiFi 怎樣收的 WiFi 或者是收音機 怎樣收的 那些訊號其實是在這個空間裡 那些叫磁場 當你黑暗的時候 那個蟲果體 就會啟動這個磁場 把它包著 包得很密的 跟著呢 就會令到外面的頻率 就擋住了 然後它裡面就可以啟動了 那很明顯你看到的東西 因為你黑暗的嘛 不是用眼睛去看到 也不是聽到 但是你記不記得呢 你也做過一個節目叫做 聲音的秘密 那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人的聽覺 其實是一覺的 譬如蝙蝠聽得多 不過我們貓、狗也聽得多 海豚也聽得多 海豚也聽得多 我們的範圍很窄 對 這個範圍 如果你的蟲果體 是幫你聽到第二個範圍 那你覺得是不是叫這個圍道 那很難說 你可以說不是這個圍道 即是我們人類 用自己的五官去定義這個圍道是什麼 所以你這個範圍不行的 你就說不是這個圍道 可能是這樣 那我明白了 其實你未去到什麼平衡時空的 只不過同一個圍道裡面 有一些東西已經存在的了 無論是聲音也好 影像也好 只不過我們看不到 或者聽不到 我不可以說你說得對 原因就是這樣的 譬如你好像我剛才說的 就好像你在黑夜之中 你明明看到前面沒有東西 因為你看不到 但是你帶了一個夜視鏡 你有一個紅外線 看遠鏡 你便原來看到東西 全面有棵樹有隻狗 那它是在這個圍道存在 如果你能夠接觸到 但是呢 這個叫做存在和不存在 或者我們的意識 其實是一個譜 一個Spectrum 是可以很闊很闊的 應該應該是Infinity 對了 David Wilcock 說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我沒有在別的地方聽過 他就解釋 就是我們平時所understand的 叫做Space Time 就是愛因斯坦 他的相對論是說Space Time 那你記不記得 通常會形容 就是叫做空間和時間扭曲 一般有一幅圖 就是好像一塊網 一格格一格格一塊網 平面的一塊布 然後有個地球 就這樣倒進去那個網 就好像那個網是彎了 這是在表達時間和空間 其實是可以扭曲的 嗯 就是可以彎曲的 相對的嘛 不是這樣 永遠都一樣的 這樣表達 但是David Wilcock 說呢 在這個叫做Space Time 這個狀況 就是 時間是定了 永遠只可以向前 你不可以time travel 回到以前的 但是呢 空間你可以動 你可以今天在這裡 明天你去別處 你可以動的空間 但是他說呢 從果體著了 讓你去到那個地方 是time space 是調轉 是time 可以讓你走 你可以回到以前 你可以去將來 你可以去不同的時間 但是呢 你的space 是坐在那裡 你不動的 就是你不是個人走去別處 從果體就還是在那裡 一顆你坐在那裡 你躺在那裡 你是沒有動的 你不是個人走去 不過呢 你的時間你可以到處走 那這個是不是像Lucy Scarlett Johansson 她坐在椅子裡 那個情境 是的 就是從果體啟動之後 就是又給你這個作用 但要穿到他100% 那他也有很多個percent 我不知道 釋迦馬尼佛是穿了多少個percent 應該穿了 釋迦馬尼佛 沒理由說還差點未穿的 是的 沒理由 Scarlett Johansson那個是比釋迦馬尼佛的 那你記得 譬如剛才說 時間可以動 你們那個從果體穿的時候 有沒有見過以前和將來 有啊 怎樣的呢 我見到過去小 就是以前我的一輩 我是一隻鹿來的 一隻很帥仔的鹿來的 就是觀眾你會問 或者會挑戰 你自己覺得 是啊 就是我當時 當時那個感受就告訴我 很確定 你是一隻鹿來的 你是從草原走來走去的 將來就沒有看過了 但是會見到很多不同的 不是地球的生物 有 例如呢 那些人頭蛇身 那他不斷轉過來我 那是很真實的 真實到是很害怕的 你知不知道 原來呢 蟲果體被啟動之後呢 見到人頭蛇身 不是只有你一個 原來是很多人都見到 即是叫半獸人 即半人半動物的 這些視訊 是很多人在啟動載 從我看都見到的 這樣呢 有很多證據 你知道嗎 我們先說一下 那些古代 在很多歐洲 世界各地 歐洲 法國 意大利 接著非洲 那些山洞 還有南美洲 很多山洞 近這幾十年 那些人就進去 發現很多 很多壁畫 即是那些 Cave Art 有很多 驗了是兩萬年前的 即是不會是最近的人 是塗鴉畫上去的 不會的 因為他有那些 很多痕跡 有些細胞 有些有機的東西 讓他驗到 不同的地方 他們的壁畫 都畫了很多 是半人半動物的公仔 我們說人類的文明 是六千年而已 我們說六千年之前 那些 就是打獵的 即是神龍 未到神龍 都未懂耕種 六千年之前 即是說萬年前 那些 是叫做 狩獵 摘野果 教科書講的 那些 給這些你看 帳臂 有個帳臂 帳臂 跟著 背部又好像有些鱷魚 那些刺 但這隻腳 還要穿鞋 這隻 我覺得它在飄著 好像在飛 但又不像一個人 人會背著背囊嗎 上面一塊塊東西 那些 有個鞋那麼大 那隻手 好像螳螂 那些螳螂沒有 那些螳螂沒有 那些螳螂 其實呢 每個這些 雖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當地那些人 和研究那些人 都說 其實他們全部 這些是代表著 他們進入了這個 意識改變的時候 他們在裡面 看到的東西 畫出來 它不是真的 亂畫的 那些不是創作 來的 最出名的 被人研究這些東西 就有一個叫 喪人 即是 在非洲 的一個地方 那他們的民族 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是有那些煞滿 做療癒的儀式 那裡附近 就有各種 能夠改變儀式 即是啟動蟲果體的 一些植物 給他們 飲用 還有做儀式 有些是煙 有些是喝 幾千年都是這樣 通常他們 就做一個儀式 圍著 然後可能跳舞 但又有 用這些 叫做 種植物 然後 幫助人 去療癒 譬如那些人 有一些畫 是他們受了傷 經常都拍他們 是幫助受傷的人 去做療癒 其中有一幅畫 是有很多箭 譬如這幅畫 你會看到有個沙文 他摸著一個受了傷的人 那個肚子 那個丹田 然後 旁邊的人 其實就是在療癒 然後有很多箭 那些箭 其實他們就說 研究這些畫 當地的人 就說這些不是 真是在這個世界的箭 在進入了意識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類似的形狀 我看過一些很色彩的 很多這些打仗的場面 你看這些變了 好像昆蟲 昆蟲人很多 這個昆蟲人 像一隻螳螂 像一隻螳螂 有點像蟑螂 也有點像蟑螂 藝術創作 他們研究了不是藝術創作 你看整班 這些是被解讀 即不是說我解讀 有些研究 專門研究這些人 這些其實是外星人 整班 這個很出名 小灰人 根本就是 我試過有一晚 在家裡的房間打坐 肯定自己還沒睡著 閉上眼睛 房間很黑 我就突然間 當你去到某個位 你入了 當入了那個位 那是有一條好像龍的東西 這樣轉過來 轉過來 我的臉上 那我跟著就 燈大盞看著它 它又看著我 感覺到外面 窗外外面 是一睹一睹 發光的 我覺得它是飛碟的東西 好像豆沙包 一睹一睹全部很光 圍在外面 即是在龍的後面 我就覺得 哇 很壯觀 我嘗試睹大眼 立刻看不到 閉上眼 一會兒 全部都回來了 在南美洲 有一個藝術師 專門畫 喝完死藤水之後 看到的景色 很出名 這個藝術師 其實這個藝術師 他不是創作 他專門把從果體啟動之後 看到的東西畫出來 你會看到 他和你一樣 他會看到 有些蛇 半人半蛇的女人 還有跟那些動月 有很多共通點 看到那些動物 像鹿 靈羊 蛇 等等 然後有很多飛碟 其實 其實 不只是你 啟動了 會看到 是很多人都看到 最新的科學研究 發現從果體 就是 剛才我想說 它有那些晶體 它根本就跟三機一樣 其實它是接收 這個世界外面的電磁場 好像你的從果體就是一個路線 好像有一個Wi-Fi 你的電波就在這個世界 其實你本身就是一個路線 它接收了 接收了之後 它收了什麼訊號 告訴你 其實現在無時無刻 我們從果體應該都在收東西 是啊 但是如果你是日光日白的時候 它的DMT 高度就比較低 還有你其他的訊號會強大一些 會蓋上去 那會不會看到 例如靈體那些人 那個從果體是特別發達的 因為 有這樣說 說思覺失調 或者叫精神分裂 Skizophanic 就是說 其實它的從果體 它很Active 但是它平時日光日白 它不應該看到 但是它裂開了 裂開了 然後它的訊息 經常日光日白它都看到 就是它夢境 好像你當它收到第二個圍道的東西 或者叫做夢境 什麼都好 就是不同狀態 它不是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應該關閉的 但是它裂開了 它又被它看到 那它日後就看到兩重東西 所以有些研究 就是根據David Rucon 說 有人研究過 薩滿 進入了狀態裡面 它整個看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它的行為 跟思覺失調那些人 是非常相似的 不用怕 是幻覺而已 那我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其實你真的問得很好 這個問題 有些人都去研究過這件事 剛才我展示給你看 有些山洞 有些畫 這不是不像是現實生活有的東西 那些二萬年前的土人畫的畫 其實有一個神經學家 他研究 有什麼理由 這麼多地方的畫都一樣 如果你是幻覺 你全部一起幻覺 幻同一樣東西嗎 都有半獸人 又有很多幾何圖形在畫 他就想到一個解釋 應該是他們的神經系統的作用 那些人 每個人 無論你住在這個世界 哪個地方 那些土人 澳洲 南美 都有這個神經系統的作用 他在那個神經的作用 看到同一樣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接觸過 都畫到同一樣東西出來 有一個人 就叫Graham Hancock 他就是很有名的作家 他最有名的那本書 就是《上帝的指紋》 賣了超過一億冊 他就很有好奇心 這個人 他是求證的 他就真的去了那麼多的山洞裡面 看了那麼多畫 然後他就說 如果有一件事 是能夠讓我進入神經系統的狀態 我就去試 我看看我看到什麼 他就去了這個南美 他就喝了三十杯 死藤水 是 還有另外一些 Plant Medicine 然後他就把自己看到的東西 他寫下了 記錄了 再把他看到的東西 跟另外一個阿瓦斯卡的藝術師 就是畫畫 剛才給你看的畫作 做一個對比 再跟那些山洞的畫 做一個對比 他發覺很多不同點 另外他就去訪問了一個醫生 那個醫生叫Rick Straussman 他是在美國一個本身研究這些 叫做精神科藥物 他自然是美國的藥管理局 那些 research doctor 他就做了一個研究 在20年前 他就把一些人工做出來 合成做出來的DMT 用打針的方式 就找了一班志願者 就跟他們注射 例如一天注射一次 一個劑量 他寫下劑量多少 有些人是一天打三次 接著就連續打三個月 什麼劑量 那些都有了 接著就給本寶 那些人寫下 你看到些什麼 幾十個志願者 over很長時間 不知道整年 還是什麼 他們發現 那些志願者 又是很多共通點 說回Graham Hancock 他把他自己的山洞結 他自己的飲茶看到的東西 跟Rick Trousman 出了那本書 記錄這些志願者 即是有DMT 看到的Visual 聽到的東西的感受 做了一個對比 他發現原來 大家都是很多共通點 例如他們很多都看到 看到剛才說的半人半獸的動物 接著你見到很多幾何圖形 譬如他用萬花筒的形式出現 像你現在那樣 Mandala 很多這些花會動的 我也見過 你也見過 還有呢 你看到那些萬花筒是怎樣的 你認過 我見到那些萬花筒 真的很像萬花筒 但是不斷放大 進去 又放大 又進去 不斷轉進去 而我們譬如 和小黑 你看到那些顏色 大家形容 譬如紅橙、黃色、藍籽 你看到那些黃色 你看到那些綠色 你看到那些紅色 你大家都覺得 是在這個詩細間 不會看到的 而那些顏色 亦都是發光的 不是說看了那些東西 才看到 不是說看了某些東西 而看到那些顏色 而我們看到那些顏色之後 接著我們就去 譬如行那些史集 看那些畫 即秘魯畫那些畫 為什麼這麼像我們在裡面 看到那些東西 就問他們 那些賣畫的人 就是說 這些就是那些人 喝完阿娃斯卡 看到的東西 他沒有畫出來 是不是類似螢光 那樣 對 還有那些動物 也好 或者那些圖案 全部有些扭曲了 還有飄飄的 在那邊轉 螺旋 而那些顏色 不是Exactly 很接近 我們覺得是 陳世間見不到的 我想他們已經很努力 去用 他可以用得到的顏色 去表現出來 顏色 那些很光亮 和人間見不到的顏色 都是那些自願者 看到的其中一種狀態 即和那些畫家 和這些畫家 和你的經驗 和 Graham Hancock 的經驗 都是一樣見到 另外就是 那些幾何圖形 有些人變成線 或者你看到 剛才有些畫 是昆蟲人 很幼的 一枝枝 但是生物來的 是動的 好像一個人 很多人都看到 還有點 還有我看到 比如我面前 我抱著那個cushion 雖然漆黑一片 但我摸到那個cushion 那個cushion 你仿佛是看到的 就是看到那個cushion 那個結構 那個粒子結構 那 Graham Hancock 的好奇心 都不僅是說 我看到自己 作過的 conclusion 就是他就去訪問了 Rick Straussman 他說 你覺得是不是幻覺 你覺得 是不是在潛意識 到人是注入了 因為你之前經歷了一些事情 你喝了浮出來 會不會是這些解釋 那醫生就說 我都開頭是這樣想的 那我問那些志願者 會不會是你之前 有些經歷 你潛意識 然後整班人 都跟他們說 不是啦 我之前都沒有經過你 我從來沒有見過Alien 我全都沒有見過UFO 灰人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肯定不是我潛意識 彈出來 然後他就問他 那你是不是幻覺 每個人都跟他說 真個現實 跟小黑說過一樣 這裡是假的 裡面是真 每個人都說是 more real than real 嗯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絕對有 是覺得 你身處其境 真的那裡才是現實的 但是呢 又未必否 我又沒有否定 我們身處的 現在這個空間 是不是現實的 只不過是那個現實 是包含了在裡面的 我們去了別的地方 因為他訪問他 也問他 可不可能是這樣 會不會是你以前想到的 他們說 不是啦 真的很真 真到媽媽都不認得 最後也有問過 他會不會是一個集體詞意識 那些戰爭說 我們是有共通點 如果你說是我自己 浮出來的 那為什麼 我又不認識這些人 我又不是跟他們一起 但他又浮這些 我又浮這些 還有Graham Hancock 說 二萬年前這套人也是這樣 難道大家認識的嗎 大家有同一個記憶嗎 不可能 那醫生最終的結論就是 他要如實相信 As is 就是這樣 他就是見到 完 那不是一個人見到 個個都見到 古人又見到 在秘魯飲那些又見到 被他打DMP那幫人又見到 我又見到 那他就唯有接受 就是說 你不要猜為什麼 你不相信就是有 就是有這些 有這些幾何圖形 有這些UFO 有這些半人半獸的 靈體 就是Beings 在這個世界 那就是 在第二個Dimension 或是 譬如 如果你說那些人從來沒見過 會不會他之前有這樣的記憶 所以他就投射出來 這件事 那會不會用佛學的角度 就有Orae式 對嗎 那佛學裡面 有沒有說這些古靈精怪的Beings 嗯 要問破龍 我記得 譬如他們會有說 阿修羅 嗯 天人 天龍八部 對阿龍 經常說 你都見到龍 是啊 大龐金刺鳥 天龍八部 那些 不同眾生 對阿 很多種眾生 佛是告訴你 他都不是說只有 人 就好像Prodip 那樣說 Humanoid 他是半人半獸 就像這些壁畫 其實就畫了給你看 那醫生就說 Axis 就是有 這些東西就是存在 不是幻象 所以他沒有用幻覺這東西來形容DMT 或者是DMT在我們從果體那裡 給我們接收的東西 是叫做Hallocinogenic 他不是用幻覺這東西來形容 當你接收了的時候 他將幫DMT 即我們人體本身有的東西 改它做一個名字 叫做Spirit Molecule 就是一個靈性分子 其實靈性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 這個東西就是 差在那個多少 你可能都會有聽過 有很多以前古代的壁畫 那些像 全部都有從果體 有些人都做過這些片 如果是幻覺 又怎會這麼多宗教 都要崇拜這件事 這麼崇尚 不要說崇拜 崇尚 從果體這件事 擺這麼高的地位 因為他是有這件事 羅馬教廷 外面就放了一顆 是啊 我對天主教的認識也不太深 但是我也很驚訝 為什麼羅馬教廷門口 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 超大的從果體 高度是三個人高的 然後放在門口正中間 這裡進去正中間 然後旁邊還有兩隻 好像埃及的永生鳥 即是鳳凰 前面還搞笑 放了一個石棺 就好像金字塔裡面 那個大金字塔裡面 有一個石棺 那個相傳是用來做什麼的 你見不見 是一個坡頭 就是躺進去 然後看著那個洞 MC人說 看著那個洞 然後不知道 天狼星還是獵犯 星之後 就可以傳了靈魂去 回天狼星 是啊 不知道什麼姓 可能是獵犯座 他前面還要有兩隻獅子 跟金字塔一樣 撕身的面張 還要上面寫著埃及文 真的很搞笑 證明他從那個 從果體的地位挺高 雖然我們說 天主教比較少 會有說 通過內在同神合一 但我也知道他們都是靈修 靈修其實他在裡面 都有同神溝通 不過可能不是我們一般 譬如學校讀宗教那本書裡面 會說到給你聽的東西 但是再推前一點 再古代一點的宗教就是埃及 這個就是 布瑞瑞斯 你當是撞菩薩 他的拳杖 就是有一個松果體在頂頂 嗯 旁邊的兩隻 你知道什麼嗎 這兩隻是蛇 對 兩條蛇 其實它代表了 那個 Kundalini 能量在底輪 一邊修煉 它會上升 上升 上升到最頂 就是同一個松果體回合 其實就是說 你人體這個 氣 去到松果體啟動了 你的生死之門就是那裡 就是道家打座練器呢 他玩那個大周天小周天那樣東西 是啊 就是你的 撤火著 在丹田 經你的會音 然後美龍骨 一路上升到你的百活月那裡 是啊 那個百活月呢 其實所指的就是 在松果體那個位置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黎遠宮 它就是 你的元神坐在那個地方 嗯 跟埃及這些象徵是很相似的 譬如這些法老呢 它的頭色都是 那個氣呢 去到一個 這個第三眼的位置 嗯 就是靈魂那個所在 靈魂是永生的嘛 是啊 靈魂不會死的嘛 佛教呢 David Wilcock 說 阿佛祖的頭像松果體 一堆松果體 還是一粒松果體 髮型很像 那我就不知道 這個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說 濕婆神呢 頭像松果體 還有一條蛇 捆住呢 又是同一個象徵呢 我都覺得是 嗯 相信的 還有你大家都知道 就是印度人呢 又會點一點 紅色的東西 在那兩隻眼裡 那它這些裝飾叫做Bindi 它是從我看的形狀的 你看 是啊 這些就是 直接是從我看的形狀 就是這個象徵 它們的宗教是 要去修煉這個東西 嗯 可能是跟神說話也好 或者找回自己的靈魂也好 或者是得到永生也好 那個所謂的修道 那個追求都在那裡 嗯 那為什麼要這麼象徵呢 如果我們 原來所有東西都是幻覺 就不會 在這麼大件事 要出現在梵帝剛的正門那裡 哦 你這樣說呢 我又 剛才你解釋過松果體 那個 就是會看到東西 會發光 會聽到東西 那其實你看到很多 譬如耶穌像 它不是發光的嗎 是啊 是啊 是吧 佛像 佛像也是發光的 跟著就是在兩隻眼中間 就是射到金光出來的 佛祖 是啊 對 象徵它啟動了它的門 其實你的松果體 你可以看成一個WiFi 這個世界的Signal 在虛空那裡 你有這顆東西 你就是在接收 你就是那個WiFi 在接收 它接收了之後 將那些Signal 光也好 聲音也好 告訴它 它就知道了 只不過現在 那顆松果體 就 鎖了 差點 我再說一個 你知道哪個是 北達哥拉斯嗎 不知道 Pyfectural Sphere 那我就知道了 我記得要換它這個名字 那就記得了 A2加B2 等於C2 沒錯 我當時在想 為什麼那些希利比數學家 那麼厲害 那你怎麼想 你想一輩子都想不到 難道是對 那其實PyFabulous 它有說 其實它是數學之父 數學這件事 是有助於 換成古人稱為 這個 智慧之眼 智慧之眼是 大腦裡面的一個器官 其實它就從我看 而且你知道 北達哥拉斯 它經常都說 是有三個神 教它的數學 不是它自己想的 其實當時 在希臘阿 羅馬一帶 它們也有很多 可以幫忙 踢著個松果體的植物 柏拉圖那些 都有記錄 它們是有飲用這些東西 做儀式 那些叫做Initiation 即是啟動它自己的收衛 那北達哥拉斯的東西 其實是Channel 所以譬如我舉個例子 什麼是Channel 其實它是一個叫做 音樂之父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它發現了什麼 Overtone 即是一條弦 它可以撥 它原來跟宇宙很多頻率 是相共振的 它簡直是說 我們地球 地球在中間 地球和月球的距離 再跟水星 金星和太陽的距離 其實中間 是有個比例 那個比例 剛好 就是音樂 Doremi 發授 真的嗎 對 所以它這個叫做 Music of Sphere 它其實是音樂之父 其實所有人間 最厲害的突破 都是Channel 那哪個Channel 原來 人人都可以Channel 人人都有重果體 是嗎 以前可能那個重果體 沒有Block得那麼厲害 是嗎 以前可能它沒有Block得那麼厲害 它可能沒有那麼多Wi-Fi 還有它們真的有很多方法去 去啟動它 其實很多宗教 它都有一些叫做 輔助的東西 能夠幫到它去開啟 例如逐個說 好像 道家 練單 對啦 修仙練道 練單 其實我沒有看武俠小說 我又不是很懂道家的東西 不過我看了有一個 很厲害的Master Chia 它叫謝明德 它是氣功大師 是全球一百大那些 spiritual leaders 很多年都是排排期 不知頭幾多的 它是周圍去全世界各地去教氣功 我看過它說 道家以前就是會用水銀來練單 混合其他的金屬 因為水銀可以用其他金屬 它就變成alchemy 混合了它 然後吃 因為水銀有毒的 它就特意要吃 因為有毒就憑死 憑死就會生產DMT 嗯 它生產DMT 原神坐在重裸體上 它就可以啟動 然後在裡面可以修煉 可以做很多東西 練很多東西就可以 然後它們有些就用浸水 來達到憑死 但它很多年都會用這些方法 但後來它們都覺得不是 那些始終都是外在的東西 它們回到裡面 它就這樣就收 即是不再搞外面的東西 那 Master Chair 研究了幾十年 它就研究了一個叫做黑房的技術 它叫做 Dark Room Technique 它就發現原來你在一個全黑的房間裡 住大概七天至十二天 那你就自己就會產生足夠的DMT 去啟動你的重裸體 那它就解釋了 就是你吃飯啊 睡覺啊 三餐啊 Ozzi 都是在那裡 不出來是一滴光都不准見的 那麼那麼黑呢 它開頭就是血清素而已 黑得那麼上下就會出噴黑激素 再黑得那麼上下就出一隻叫做 5 M E O 5 M E O 就是DMT 的前驅的化學 就是有了它之後就會產生 可以產生DMT 那麼去到第七八天就開始有DMT 那麼你就可以在裡面練習了 在裡面 那就進入了 V1 那個位了 對啦 即是叫做一個改變了意識的狀態 其實改變意識的狀態就有一個程度 其實你睡覺也是另外一個意識 對不對 和清醒的意識是兩個意識 那麼你睡覺也是改變了 它都是因為從果體 和DMT和THG數一起的作用 一個叫做 Autist State of Consciousness 或者叫做 Trans的State Trans就是英文有一個叫做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即是超覺症狀 就是說你的意識 你能夠覺到的東西 超越了你平時的東西 你就用這個打坐的形式 就做到這個超覺的效果 就是Trans的State 其實這兩個字就可以共通的 一個很基本的就是做夢 或者你看到你看著一棵植物 那棵植物你見到它是呼吸的 平時你見不到它 你覺得它是不動的 你看到它是不動的 你看到它是不動的 或者是你看到這個世界變成粒粒 Tiffany除了這個黑房訓練 那還有什麼可以啟動這個蟲個體 有很多方法的 譬如用一些強迫的 譬如不斷弄同一個聲音給你聽 一個 monotone 不斷在一起 你煩反反反反至 你迫爆還 其實你都可以啟動了 或者Dworkerdao Dworkerdao就是澳洲人的 或者快會重複 它都可以令你進入Trans state 譬如你有沒有看過一些沙文 他們在南美洲做儀式 有些沙文對著你的重褐體 是很近的唱歌對著你唱 或者對著你打鼓打鼓 可能幾個小時 那你就會進入 那些古老民族 也除了鼓加上跳舞 譬如整群人跳 有些跳十多個小時 跳舞是跳到虛脫 也是用來這樣 為什麼你要虛脫呢 你沒有教訓 你很口渴 整個人的Dehydrate 又會的 又會逼你的DMP出來 印第安有一種民族 在美國 印第安人其中有一邊 他們是跳那個叫Sun Dance 太陽舞 他們就綁住了自己 在一個柱子 然後跳舞 還有它會做穿環 穿到身體 要側一點 切開去 側一點環 穿到劇痛 它其實就是Extreme Pain 就是很痛苦 那時候 它就可以跟神溝通了 很變態 譬如土耳其那些 那些男人在轉轉轉轉轉 那些是不是有 那些也是 我分明是 因為那些長老都說 其實他們那些叫做Souffy的文化 Souffy 他的Souffy dance 其實他們是回教的一個派系 是一個比較神秘的派系 而且是很少人可以傳授的 不是隨便教的 我看過其中有一個長老說 他們是轉轉那時候 他們就是同神溝通 就是Trans那個Stage 還有 印度的音樂 他們有很多半音 你知道中東和印度的音樂 一聽就和普通導演的音樂 就知道那些音樂有些不同 它那些又是有一些 叫做單音 不停的單音的東西 令到你可以進入那個 改變意識的狀態 還有呢 很簡單就是 聲音波 即是縱撥 西藏喇嘛 用縱撥 或者現在水晶縱撥 我記得我聽MC人玩聲音波 加上去用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都是一些 叫做物宗藏傳佛教的一些 就不知什麼 就說 用聲音 用Vocal 聲音帶的聲音去做到 都可以改變意識 即是我試過 我感覺到自己的脈輪在打開 有些人都去了埃及 那些前世今生那些都浮出來 還有呼吸 Wilmhoff 是的 你說一下Wilmhoff Wilmhoff那個 我說的沒用 最好大家是自己想 Wilmhoff那個網頁 即是YouTube看他怎樣教 那之前Lester 大家都記得幫我紋身那個 他都有教過我的 和他一起都做過的 那我一夜晚都做 那就是吸氣 呼氣 大力吸 大力呼 30下 這樣 那你去到第10下 你開始Wing Wing的意思 你真的有機會會躲下 暈倒 所以你做的時候 最好就在床上 或者找個舒服的地方 你不會躺下 你不會撞到 那你30下之後 完了第30下 就吸 最後那一口氣之後 一呼 就是這樣 呼 呼 呼完所有氣之後 你就閉氣 魚視者這件事做十次 那其實我就很皮毛的 但又沒有說真是很trans狀態 或者很多DMT 沒有的 但是你已經可以進入一個很靜 好像你打坐要打很久的那時候的狀態 就是很放鬆 很放鬆 很寧靜 是啊 因為你放鬆 寧靜都是 跟那種狀態 相連 但是 真的是Wing 因為其實是過度呼吸就會Wing 當然 那我試過另外一種 呼吸的又是 其實你說過度呼吸 就是hyperventilation 又是一種啟動的技巧 那我試過的就是 我去陽定一 叫正修營 那八千人在場 在場館裡有八千人 他帶一個叫做Cathartic Breathing Cathartic的意思是 將你的垃圾 傾射出來的意思 是一種印度的呼吸法 其實很簡單 九段一長的呼吸 你做九個短的呼吸 然後一個長的呼吸 是用鼻的 就是他有個procedure 我不是在這裡教人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 正確方法 絕對不是教人 就是 譬如這樣 對了 重複 在場館裡 大概呼吸到 第四 第五六回合 我沒有count 然後突然間 開始有些人在這裡笑 大笑 有些人在大哭 爆哭 有些人在喊 尖叫 坐我旁邊 那天就跟我說 好害怕啊 什麼事啊 那女生在台灣人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做什麼好害怕啊 事後呢 我就訪問過一個 有份哭的女生 她說 我只是覺得我很想哭 但其實我裡面沒有東西的 我只是知道我要流 那些眼淚 我不知道誰在我哭 總之我想哭 然後楊里加就帶 收回 其實很震撼的場面 因為那群人 他們不是去 喝死一份水 他們是來靜收 但很多人 是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然後去收回 他說 其實可以搞幾個小時 不過我們不知道 十幾十分鐘 大家就收回 那他就解釋說 其實這些呼吸法 就是可以觸發到很多 內在的記憶 以前的記憶 创傷 创傷 就會可以 全部震撼出來 很震撼的場面 那不是八千人一齊 都能入到狀態 有些人能入到的 那我就 很幸運 我之前喝了一杯咖啡 我就ground了 很ground 所以我就進不了了 虧了 有些覺得虧了 其實你這樣做 你進入下那種狀態 有些東西是可以清理出來 釋放它 你可以放下 Detox Cleansing 但不是一樣執著的狀態 說你經常要去追 我想等同 你可能 喝了一個 Plant Medicine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經驗 改變你人生 但你總不能 你天天說我要喝 有時候我就覺得 是很神奇 就是你大自然 就是 我們的身體就有個 然後它有這樣的功能 它可以讓你清理自己 駁到一些你不知道的知識 還有這個 原來是動物 很多動物都有的 原來DMT 是很多動物都有的 從那一看 是 知不知道什麼動物 從那一看 最像我們的構造 腦屎嗎 蜥蜴 蜥 因為其實我們的腦 也有一個蜥蜴腦 我們的邊緣系統 就是那個Fear 產生Fear的系統 是跟蜥蜴一樣的 是嗎 對 這麼巧的 難道我們是蜥蜴人 那就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血統 我們的DNA 有些共通點 可能 聽說DMT 是犯法的一種 有些東西存在在我們人體裡面 或者在大自然界 那些東西是犯法的呢 可能有些人覺得有危險 因為改變了意識狀態的時候 是不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還有你改變了意識之後 你會做什麼 你有需要或者有狀況 會有人照顧你 都是最重要問回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意圖是什麼 等於我不要說 用不用工具 譬如我這樣打坐 很多人都是所謂的走火入魔 你有個狀態 你執著了它 或者你以為你就是神 其實現實和什麼 你搞不清楚 其實和精神病又沒有什麼分別 它本身是沒有正同邪 你的意圖是怎樣 和你怎樣用 大家可以看看 最近我都看了Netflix 那一套很久的 就是How to change your mind 好像有四集而已 那四集它有講蘑菇 有LSD 有MDMA 還有PMT 和Payote Payote 是Payote 即是墨西哥 或者非洲 墨西哥類似先人獎的一件事 那它裏面有一件事 講得蠻有趣的 那幫人就是Fight for Decriminalize 這個Nature 神經病 你為什麼要說大戰 自然是不合法 它們就爭取 大自然都犯法 對 它爭取就是自家可以在家裡種那些Payote 而Payote 就類似阿瓦斯卡那些 就是那些Sharmon會用來做一些Ceremony 當然你吃了就會去了第二個圍道也好 或者有第二個境界 而且我現在發現 看它的中文翻譯 不是叫智患的 不是叫迷幻藥 是啊 不是叫迷幻藥 Payote 它不是叫迷幻藥 叫啟靈藥 那這個名字就漂亮很多 漂亮很多 所以剛才我說 DMT那個醫生 Rick Straussman Rick Straussman 他就說不是幻覺 那你叫它做迷幻劑 是否正確呢 如果是What If它是真實 它的結論就是 他相信那些人看到它是真實 但他作為一個醫生 他自己沒有用 他沒有自己打過DMT下去 因為他要保持一個科學的心 要啟動我們的蟲果體 就不一定要放一些東西進口 很多方法很自然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打座最厲害 你的喇嘛 佛家 直接成了道 還有神通 還有化身 保身 什麼都厲害 這些濕碎 說真的 你那些東西的成就 和這些簡直是 這些叫玩具給你 玩一下 叫你看一看 Hey What Time Is It You Know It's Welling Time I'm 很好 we're the time 谢谢大家